好,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 它是转自啊,金厨网,价值70多万的奶粉,因商家标错了价格 被消费者以1700元价格买下 随后呢,商家是拒绝发货,只做退款处理 被消费者呀,告到了法院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报该案结果 是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2021年的8月27日 王某啊,通过被告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 在京东商城开设的官方旗舰店 购买了全名称为全脂驼乳粉益生菌 其他特除膳食食品 运动营养食品 括号耐力类 规格为300克每罐,价格为2元的全脂义生菌骆驼奶粉3罐 这个商品呢,买了850件 它3罐标价啊 2块钱,这哥们儿一下就买了850套 合计啊,是1700元 收货地址啊,为广西柳州 2021年的8月29日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通过元通快递发货 快递也于2021年的9月1日在广州签收了 我怎么在广州签收了呢 2021年的9月1日 王某向京东商城客服投诉上述商品交易为虚假发货 并申请啊,补发商品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啊 则称该订单为异常订单要求退款处理 2021年9月3日 京东商城客服做出处理结果 认为订单未发货并已退款处理 王某据此起诉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 要求继续交付850件 全纸益生菌骆驼奶粉三罐商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在其经营的 京东商城平台 官方旗舰店内上架的全纸益生菌骆驼奶粉 其标注的商品信息包括了商品名称 价款、数量及其他商品的详情 内容具体确定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约构成要件 王某在平台上购买该商品 并成功提交订单 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生效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按未来约定 向收货地址发货 也未参加诉讼证明与履行供货义务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不服一审判 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即便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 因工作失误或其他原因 导致其产品标价错误 按照两元的价格出售涉案产品 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涉案合同也应属法律规定内 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应该知道 或应当知道撤销市由日起90内 行使撤销权 王某于2021年8月27日下单 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已已确认 公司既知晓王某以2元每件的价格 购买了涉案产品 但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 未参加一审诉讼 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涉案合同合法有效 故浙江某生物工程公司应当依法履行合同 二审法院审理后博会上诉是维持了原判 说了这么一大堆啊 二审认为啊 就是你在一审的时候 你应该应诉 应诉呢 这个合同在90天以内呢 你还是有机会申诉的 啊 但是你90天 你都没有 90天内你都没有对这个合同啊 进行撤销 进行申诉 那我们就还是认为你这个合同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浙江这个公司啊 太拖大了 啊 太拖大了 你你 你你 你意识你不参 不应诉 那这个老板是不是要注销公司啊 我就完了 我赖账了 忘忧草评论 这就这个就是商家纯纯的法盲 可能公司没有法务 也不愿付一点律师费 甚至连开庭都不屑不屑于去 本来这70多万的损失完全可以避免 其实这一类标错价的案件呢 非常常见 只要商家行使撤销权 法院基本都会支持商家的意见 因为标价明显低于商品的价格 明显不是商家知识的意思表示 商家据此享有撤销权 需要注意的是 撤销权的行使 必须向法院或者总裁机构提出 不是什么都不做 但民法典关于撤销权的规定 必须是在90天内行使 如果没有在90天内行使 撤销权就已经消灭了 90日的起算点是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重大误解发生之日 这个商家在客户下单时 已经知道了重大误解的发生 这么大的订单不可能视而不见 但是商家是无动一踪 直到法院开庭时 商家还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但这个商家迷之自信 连开庭都不去 可能以为法院不可能判他们输 这些法院想帮这个商家都帮不了了 等到二审的时候 商家即使谎言大悟 这个时候90天期限已经过去了 法院已经无法支持商家的意见了 这就是 法言所说的 法律不保护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赞同3199 其他的评论也认为 迷之自信 导致 导致完蛋了 谢谢大家 我们通过这个按键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撤销权 他自己投降